所以如果你徹底的了解這個公式 那你解決問題的時候 困難就少了一半 但是呢 使用的時候還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 算什麼帶什麼 算什麼帶什麼有兩個意思 第一點有V分之類 V是體積 M是質量 該放體積的另外要塞體積 該放質量另外要塞質量 第二個意思 算酒精帶酒精 算木頭帶木頭 你不要給我拿木頭的體積 酒精的質量去給我算水的密度 不對 木頭體積 木頭質量算木頭密度 酒精體積 酒精質量算酒精密度 是誰會那麼笨 我告訴你 就是我們會那麼笨 尤其到三年級那個山上桌學電學的時候 有什麼電壓電流電子 就會有人拿假電阻的電壓 乙電阻的電流去算餅電阻的電阻 亂說一通 亂帶一通 看得出後你會塞 不對 要搞清楚你在帶什麼算什麼 算什麼帶什麼 找到目標 找到相等 我們國中解體都寫等式 A等於B 或者是A等於0 或者什麼之類的 都寫個等式 所以我們要列個等式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去列個等式 我們來解除 那如果從狀況A變成狀況B 現在是這樣 等於像是那樣 我們就要想 從這樣變那樣 誰不變 因為那個不會變 我就可以寫等式 A等於B 然後我就可以解體了 這個我們在後面 加重量百分之度的時候 會出現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你如果拿到題目 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請你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人家最後的問題去想 那個問題就是公式 請問你這個東西的密度是多少 問自己 密度有公式嗎? 有 B等於1分之間 我要知道B 要知道B 要知道N 上面有B 有N嗎? 有 就往裡面帶 沒有 這一掌 一掌 所以 最後的問題去解決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公式 就一掌 跟他有關係的公式 請問你不要加水多少毫升 才會配成20%的榮譽 沒有公式加水多少的公式 可是這個配成20% 20%有公式 不用再去算 那幾句料 叫做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如果有個條件是固定不到已知 比如說質量相同 你就把它設為質量已知 比較符合數學原理的習慣 就把線設成S 設成M 突然你把設成E 或者設成10 或者設一個數字就好 就要往下做 OK 好 舉例 你還沒有學 我講解就好 體積100 地方公分的冰塊 完全化成水 請問你 水的體積有多少 題目是問水的體積 請問你 有公式可以算體積嗎? 有 這麼一個密度 對不對 1等於1分之2 密度 質量 體積 看完公式 想求體積 要知道什麼? 要知道密度 要知道質量 要知道密度 要知道質量 才可以求體積 好 所以你要去算水的體積 就要帶水的密度 就要帶水的質量 就要做算什麼 帶什麼 題目裡面 水的密度是要背的E 所以不用憑 這樣就算是E 可是它是沒有水的質量 誰沒有水的質量 要想辦法找 要想辦法找水的質量 那冰塊化成水 A狀況變成B狀況 老實說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冰塊化成水 誰不會 不會變 質量不會變 所以 你要我算水的質量 就要算誰的質量 就要算冰的質量 冰的質量 好 那問題是 有體積 有公式可以算B的質量 又是1等於1分之2 現在要注意喔 現在求的是冰的質量 這要帶什麼? 冰的體積跟冰的密度 這要做算什麼? 帶子 體積裡面有冰的密度嗎? 有 0.9 有冰的體積嗎? 有 100 而且都有了對不對? 往裡面塞 90克 這個90克是誰的質量? 冰的質量 也就正好等於誰的質量? 水的質量 所以帶回去 再帶一次B等於1分之類 但這次要算的是水 要帶的是水的質量 要帶的是水的密度 去算水的體積 水的質量90 整個密度是1 算出來全部都是90 就算完了 這就是跟你解釋 什麼叫做算什麼帶什麼 什麼叫做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什麼叫做找到不變找到 相等就是你運用公式 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OK嗎? OK 那麼 這些話 我們以後 還會在題目裡面 再用這個原理去幫你講解 該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就是這個原則 請你記住就好 記住就好 找到不變找到相等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算什麼帶什麼 尤其是那個算什麼帶什麼 一定要弄清楚 不要往裡面亂帶數字 看到是不是往裡面塞 那是不對的 就是我們跟你講解 我們如何去運用公司的一些原理方法 OK